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川普律師朱莉安尼6號宣布確診後 僅僅治療了4天就康復出院 出院時還對著鏡頭鑄起大拇指比賽 朱莉安尼與川普先前確診時使用同種藥物 她接受治療的第二天就感覺自己彷彿年輕了10歲 香港特首林真月娥既被美國制裁後 《丹華早報》時候報導日本政府證實 在美國有業務的日本銀行 必須遵守美方的制裁措施 這代表只要與美方往來的日本銀行 便不得與林鎮等人往來 相信會涵蓋其他10名 在8月時被美方制裁的中港官員 同時也可能促使中共黨員 將其資產移出日本 馬斯克的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週三進行最新興建飛船原型的試飛 在約4萬英尺的高度 飛行6分多鐘後返回降落時發生撞擊爆炸 對此馬斯克表示因為火箭回程時 油箱壓力跌導致著陸時速率過高 但公司已經從這次試飛中 取得所有需要的數據 日本媒體報導 北海道冬天許多冰凍的湖水下面 時不時能看到一些冰凍泡泡 如藝術般美麗壯觀 專家指出 這是因為附近有火山 火山在湖底涌出的瓦斯漆鐵 無法浮出水面 漸漸就被動了起來 另外湖水受到日夜溫差影響 冰塊交替熱帳冷縮 還會使得湖水發出 有如科幻片UFO的聲音 新廣熱的電視整理報導